非物质文化遗产皇家烤猪 师傅我们这一天得用多少头猪啊 平常最少得十几头吧 我们这个烤猪有多少年历史了 四百来年了吧 听说前中微服四访的时候来吃过 师傅这一锅得烧多少柴啊 一烧块咱们见过 就是拿这个扫把当柴火 烤猪准备下锣 三口烤猪加起来接近一千斤 师傅要调账一下位置 一定要稳准快 是不是现在炉子的温度大约有多少啊 一千斤 盖上盖子 像这个盖上这个布 然后把所有的热气都给封在里边 剩下的都是交给时间 这个猪肉烤五分钟得拿起来看一下 这是只烤了五分钟 起来看看这个温度 哇塞你看 得疏松一下 防粘连 它粘连了不熟 还按摩一点 还得按摩一下这个 都是严格按照标准SOP操作 差一丝一毫都不行 一个小时 怎么样跟着我换有口服啊 有是有啊 就是天天跟你在外面吃 我家里厨具什么的都闲置了 有闲置挂闲鱼啊 最近身边的朋友都在用咸鱼出咸智 像我家里一次没用过的空气炸锅 就10块钱挂咸鱼了 还有华为平板 拍立得 小爱音响 小米手环 蓝牙耳机啥的 都是全新的 也惊喜价挂上了 点击评论区链接 上咸鱼搜 科班吃货就可以找到了 记得关注一下 后续我还会持续上新 你们平时有什么咸智 也可以挂咸鱼 卖了赚点钱 那我也把咸智挂咸鱼回回鞋 这样一头猪烤完以后 还剩200斤左右 烤之前是300斤 就是烤完以后色泽金黄 垂涎欲滴 好了这三只烤完 下面又有三只新的 准备待烤 烤猪抬到前面开始售卖 哇塞 你看 有一些稍微烤焦的地方 200多斤 只有两个山东大汗才能扛得动 刚出炉的烤猪 你们听这声音 嘎咚嘎咚脆 这太漂亮了 老板 现在一斤是多少钱 30一斤 30 这一块是多少钱的 三斤六两 哇 没有其他多余的词 就是香和脆 这个香是香到脑门里边的香 就这个五花的部分 带皮 带肉 就是这种 麦克里流油的感觉 吃到皮的时候 是脆脆的 咬到肉的时候 还是鲜嫩多汁 不愧是400年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好 谢谢大家